这里是哈罗德百货公司 它中间的这段扶梯这里 是埃及的风格 装饰着很奢华 哈罗德的老板是个埃及人 所以他把这装饰都是埃及风格 法老啊 这些象形文字 他最出名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和丹拉王妃有鱼腿 后来不是出车祸一起死了吗 不能说有鱼腿了 当时他们一直在车上被撞死 这里是伦敦的肯特集市 它是一个小城镇 当时因为就有一条人工运河 看到没有 然后这以前我看见有co-market 就是煤炭交易在这儿进行 所以这两边的比较繁华 现在就发展成各种小店 小吃都在这边 过去就是一个运煤的地方 看来是 但是这个市场叫lock market 应该是跟所有关系 然后这边也有 这边两边 沿着这河两边都有一些小商店 不过现在早已失去过去的历史功能了 都是旅游方面有关的东西 卖各种东西吧 应该晚上还是很热闹的 小街街不宽 也是各种全世界各地的食物 今天晚上的重头戏 就是在伦敦的碎片大厦 吃晚饭 这个地餐厅叫做Aqua 在32楼 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伦敦 你看那边是伦敦塔 伦敦塔桥 泰晤士河 这个景色是无敌了 这个地方也可以吃下午茶 但是今天还是晚餐 非常棒 旁边还有一个中式餐厅叫胡同 天色慢慢按下来了 但是还没有到天黑的程度 这是要的软饮 这是开胃菜 这真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远处那可不是海啊 那是云 不是海岸线 这个应该是伦敦之眼吧 现在伦敦城一点一点亮起来了 视频里还都危险 在相机里面很明显 一点一点变亮 一点一点变黑 灯光一点一点变亮 主菜来了 这是龙虾 应该是龙虾酱做的这个pasta 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 有可能是一种意面 又加了两杯阮影 现在伦敦已经黑下来了 华灯出盛 这个view真的是无敌了 最后就是甜点了 吃完这个就出发回家了 回家了回宾馆 现在已经彻底黑下来了